以福所书第一章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住在以福所 在基督耶稣里忠心的圣徒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 就如创立世界以前 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 我们在他爱子里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 过犯得到赦免 都是按着他丰盛的恩典 这恩典是他用各样的智慧和聪明 充充足足地赐给我们的 他照着自己在基督里预先安排的美意 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到了所计划的时机成熟 就是天上地上的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 按着他预先所安排的 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 借着我们这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 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 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 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直到神的产业得赎 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 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 和对众圣徒的爱心 就不住地为你们献上感谢 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 并且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 可以知道他的呼召有怎样的盼望 他基意的荣耀在圣徒中是多么的丰盛 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 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 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并且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做主的 和今生来世 所能举出的一切明贤 神又使万有都归伏在他的脚下 并且使他做教会至高的元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完全充满的 以福所书第二章 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 原是死的 那时你们在过犯和罪恶中行事为人 随着时代的潮流 也服从空中掌权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身上运行的灵 我们从前也都和他们在一起 放纵肉体的私欲 使着肉体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 我们与别人一样 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 然而 神满有怜悯 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 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与他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为的是要在将来的世代中 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 赐给我们的恩典 是多么的丰盛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借着信心 这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神所赐的 这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 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 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 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 你们应当记得 你们从前按肉体来说 是外族人 那些所谓在肉体上 受过人手所行的割离的人 称你们为未受割离的 那时你们是在基督以外 与以色列国五分 在带有应许的约上是外人 在世上没有盼望 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的人 现今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可以清净了 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 他是双方合而为一 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 就是以自己的身体 除掉双方的仇恨 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 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 这样就缔造了和平 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 就借着十字架 使双方与神和好 成为一体 并且 他来把和平的福音 传给你们在远处的人 也给在近处的人 我们双方都借着他 在同一位圣灵里 可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看来 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 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 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 整座建筑都靠着他连接配合 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所 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以福所书第三章 因此 我这为你们外族人的缘故 做了为基督耶稣被囚禁的保罗 为你们祈求 想必你们听过神恩惠的计划 他为你们的缘故赐恩给我 借着启示 使我可以知道这奥秘 就像我以前在信中略略提过的 你们读了 就可以知道 我深深地明白基督的奥秘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并没有让世人知道 不像现在借着圣灵启示了圣使徒和先知那样 这奥秘就是外族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可以同坐后四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我做了福音的仆役 是照着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按着他大能的作为赐给我的 我本来比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神还是赐给我这恩典 要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族人 并且使众人明白 那奥秘的救世计划是什么 这奥秘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有的神里面的 为了要使天上执政的和掌权的 现在借着教会都可以知道神各样的智慧 这都是照着神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成就的永恒的旨意 我们因信基督就在他里面坦然无惧 满有把握的进到神面前 因此 我恳求你们 不要因着我为你们所受的苦难而沮丧 这原是你们的光荣 因此 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所有的家族都是由他命名的 求他按着他荣耀的丰盛 借着他的灵 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 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见机 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肠阔高深 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 使你们被充满 得着神的一切丰盛 愿荣耀归给神 就是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愿荣耀在教会中和基督耶稣里归给他 直到万代永世无穷 以福所书第四章 因此我这位主被囚禁地劝你们 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护照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彼此宽容 以和睦联系 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位 就像你们蒙照只是借着一个盼望 主只有一位 信仰只有一个 洗礼只有一种 神只有一位就是万有的父 他超越万有 贯彻万有 并且在万有之中 我们个人蒙恩 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 所以他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了许多俘虏 把赏赐给了人 他升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是也曾降到地上吗 那降下的 就是那升到诸天之上的 为了要使他充满万有 他所赐的 有做使徒的 有做先知的 有做传福音的 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 为的是要装备圣徒 去承担圣功 建立基督的身体 直到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 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 可以长大成人 达到基督丰盛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骗人的手段 给异教之风摇汗飘来飘去 却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 在各方面长进 达到基督的身量 他是教会的头 全身靠着他 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 照着每部分的功用 配合联系起来 使身体渐渐长大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我要这样说 并且要在主里肯定地说 你们行事为人 不要再向教外人 存着虚妄的意念 他们的心思昏昧 因为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 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他们既然麻木不仁 就任凭自己放纵情欲 谈行各样污秽的事 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了他 在他里面受过教导 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的 就要除去你们 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 而活的旧人 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 渐渐败坏的 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制造着神的形象 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 所以 你们要除掉谎言 个人要与灵社说真话 因为我们彼此是肢体 生气却不要犯罪 含怒不可到日落 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偷窃的不要再偷 却要做工 亲手做正当的事 使自己可以把所得到的 分给缺乏的人 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 却要适当地说造就人的好话 使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 因为你们受了祂的印记 等候得数的日子 一切苛刻 恼怒 暴力 攘闹 毁谤 连同一切恶毒 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要互相有爱 存温柔的心 彼此饶恕 就像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以福所述 第五章 因此 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 就应当效法神 要凭着爱心行事 好像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己 当作新乡的贡品和祭物 献给神 至于淫乱和任何污秽或贪心的事 在你们中间 连提都不可提 才和圣徒的体统 更不要讲 淫秽和欲望的话 或下流的笑话 这些都与你们不相称 却要说感谢的话 因为你们确实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 污秽的 或贪心的 贪心就是败偶像 都得不到在基督和神的国里的基业 不要给别人 用空言欺骗了你们 正因为这些事 神的震怒 必定临到那些悖逆的人 所以 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 你们从前是黑暗的 现今在主里 却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 就应当像光明的儿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 诚实 你们要查验 什么是主所喜悦的 不要参与暗昧无意的事 倒要把它揭露出来 因为他们暗中所做的事 连提起来也是羞耻的 凡被光揭露的 都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一切显露出来的 就是光 所以有话说 睡了的人啊 醒过来 从死人中起来吧 基督必要照亮你 所以 你们行事为人要谨慎 不要像愚昧人 却要像聪明人 要把握时机 因为这时代邪恶 因此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 不要醉酒 醉酒能使人放荡乱性 却要让圣灵充满 应当用诗章 圣诗 灵歌 彼此呼应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还要存敬畏 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好像顺服主一样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又是 教会全体的救助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照样 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妻子 好像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的是要用水 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做荣耀的教会 归给自己 什么污点 皱纹等也没有 而是圣洁 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应当 这样爱妻子 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 爱妻子的 就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 恨恶自己的身体 总是保养顾习 好像基督对教会一样 因为我们是 他身上的肢体 为了这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 基督和教会说的 无论怎样 你们个人 都要爱自己的妻子 好像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应当 敬重丈夫 以福所书 第六章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着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激怒儿女 却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劝诫养育他们 你们做仆人的 要存着敬畏 战精和真诚的心 听从世上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样 做事不要只做给人看 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 却要向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服务 像是服侍主 不是服侍人 你们知道 无论是奴仆 或自有的人 如果做了什么善事 都必从主那里 得到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 也要照样对待仆人 不要威吓他们 你们知道 他们和你们在天上 同有一位主 他并不偏待人 最后 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 在他里面刚强 要穿戴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我们的征战 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而是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黑暗世界 和天上的邪灵 所以要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使你们在这 邪恶的时代里 可以抵挡得住 并且在做完了一切之后 还能站立得稳 因此 你们要站稳 用真理当带子束腰 披上公义的胸甲 把和平的福音 预备好了 当作鞋子穿在脚上 拿起信心的盾牌 用来扑灭那 恶者所有的火箭 并且要戴上 救恩的头盔 拿起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 随时在圣灵里祈祷 并且要在这世上 恒久警醒 为众圣徒祈求 也要为我祈求 使我传讲的时候 得着当说的话 可以坦然无惧地 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奥秘 做了被捆锁的使者 也使我按着应当说的 放胆宣讲这福音的奥秘 亲爱的推击谷弟兄 是主理忠心的仆人 他会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们 使你们可以知道我的景况 为了这缘故 我就拆他到你们那里去 好让你们明白我的景况 并且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愿平安 慈爱 信心 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 临到众弟兄 愿一切以不朽的爱 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